新年快樂,我是阿祖、梁祖堯 首先祝大家新年行大運 每個都賺到盆滿盆滿 團年飯,大家想到吃甚麼味道 如果還沒想到 不如試試今天我介紹的菜式吧 新蒸頭當然要吃好意頭的菜式 現在立刻為大家介紹 這個黃金翡翠吉列鮑魚的材料 材料當然有我們的主角 鮑魚,這些是新鮮鮑魚 還有雞蛋,麵包糠,麵粉 還有這些是番茄 洗乾淨了鮑魚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這些鮑魚放在熱水裡 燙一燙 其實不用把它錄到全熟 我們最重要是把它錄到大約七成熟 令它可以離開殼 這個過程其實是滾水落 然後大約三、四分鐘 其實它已經是七成熟了 然後這些鮑魚就可以放在備用了 然後就把番茄混合 麵包糠一起攪拌 好,我們的鮑魚預備好之後 首先把鮑魚蘸上麵粉 麵粉千萬不要多 多了的就一定要切地把它攪拌出來 我們這樣 即是這樣薄薄一層就已經很足夠了 然後我們就過蛋 然後就隨便去一個 三隻金色,三隻綠色 好了,我們今天做 好了,我們就可以放進去油炸 小貼士 怎樣可以知道油夠熱的味道 我們就在炸粉上拔一個少許的泡泡 然後放進去 如果它馬上有泡泡出來 而且你看它已經浮起 那就證明現在油溫已經可以了 如果這個鍋油夠大鍋 你就可以一次過放進去 想炸東西炸得金黃有甚麼秘訣 其實其中一個最大的秘訣 就是用明火去炸 因為對於油的溫度 那個存熱會穩定很多 你看,這麼快 那就炸好了 如果你想這個翡翠鮑魚 炸得脆綠的話 油溫就設計不能夠太高 好了,我們接著在這裡 滴乾一點油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 放進鮑魚的殼裡 然後在上面灑點鹽或胡椒或黑椒 那這個黃金、翡翠、吉列鮑魚 就完成了 小時候我看我婆婆煮食的時候 她是用明火煮食的 看著火煮時曬時曬時曬 而且食物一落鍋 就夠了鍋氣 零碎好吃 所以現在我也特別喜歡用明火煮食 人生火煮女 你在賞點啊 我快點兒 中有眼螺 在賞點 小便 下機